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師要再靠裡面一點 正前方鏡頭 正前方鏡頭 正前方攝影師 正前方攝影師拍到了嗎 因為有很多手機 因為有很多手機 稍等一下 正前方攝影師都拍到了嗎 正前方攝影師都拍到了 好 來看前面我們的主攝影師 黑色帽子 這位主攝影師 有都拍進去了嗎 很重要喔 這個是難得的歷史紀錄 請大家看正前方 好 再看我左邊的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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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左邊的攝影師 耶 耶 好 今天我們的機制水保互動巡迴展的啟動儀式 圓滿成功 我們客公館因為有一個場設展廳 是針對莫拉克風災紀念館 所以裡面有特別針對大規模崩塌的一個教育展 還有我們的這個水土保持的教育展 那結合這三個各展 然後我們這一次水保局特別把這個 機制水保的互動巡迴展 在我們客公館展區 可以讓這整個水土保持的教育 可以更完整的展現 那我是不是希望藉由這樣子 比較有趣互動的方式 然後讓我們的水土保持教育 可以想像 是 我們客公館 這個一直以來 其實就是希望把我們一些科學工藝 透過用遊戲的方式 用互動的方式 讓來看展的民眾或者是同學 都能夠透過自己送口的一個互動過程 可以學習到一些比較專業而艱深的一些知識 那水保局把水土保持這麼專業的知識 轉換成一個可以互動 然後有創意 然後用科技的方式來展現 這也是他們這個巡迴展當中 特別要針對我們國小 特別是國小的同學 最適合的一個展出 所以歡迎我們南部地區 那個國小的學童 老師們可以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看這個展出 謝謝 剛剛有講 因為台灣的環境是非常脆弱 容易有山崩土石災害還有水災 甚至土石流 所以這個部分 水土保持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向下扎根 就是往學童這個部分來做交易 那我們希望帶給學童的就是一個水保生活化 生活化的水保 或者是說創造一個品牌就是水保好好玩 所以我們包括一些的教材教案 都是採取互動式的 讓小小朋友可以在學習中能夠學習 那我剛剛也講就是說 我們創作類似像地球保衛戰有一個水保艦隊 那小朋友就開始登艦 就號召組成一個水保艦隊成員 那我們整個的設計裡面就是有四大單元 就是先從認識有AR的一個知識區 或者是說塑本追緣的部分 就是剛會看到一些大小樹的一些玩的聽圖遊戲 或者是數位的部分 書籍玩的部分 我們希望從玩的過程當中 讓小朋友去學習得到知識 那如果在現場不足的部分 我剛剛介紹說 我們有一個庫學堂的一個知識庫 在雲端裡面 裡面的教材教案更多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輔助的教材 那也呼籲就是家長或是學校老師 可以帶學生或是自己的小朋友 來這邊來玩遊戲 來學習水保知識 但是面對極端氣候的影響 所以水保的教育其實更為重要 所以你是希望做這樣的巡迴展 讓他的知識能夠更生活 對 因為現在大家可以很了解 極端氣候的影響之下 都是短延時 強降雨 很短的時間下很大的雨量性 像這幾天的話 那個台北市或者是宜蘭 就上千了 雨量就上千了 也都是造成很大的一個災害 那這個部分 我們很難說 以前我們常強調是聯帝順天 那現在從幾次的大災害 像莫拉克 那個大災害 我們大概要強調的是 我們要順天應人 我們要做好就是 就是管理上來講的話 大家要懂得去 風險的概念要去避災 那做好學徒保證 謝謝 都會在這個區塊 因為要大小場 所以可能在這邊 或是剛剛在記者會的那個場地 那就是我們每個禮拜六下午 都有演出的活動 都可以幫我的露出 歡迎大家一起來觀賞 莫拉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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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們先帶 還蠻帶到 帶請個小莫出來 不是來 帶著 所以應該是帶小莫 他們現在出去了 他們在看親子劇 親子劇 對 我們有安排親子劇 他們現在在看 從那裡 對 他們現在親子劇 他們現在正在看親子劇 應該在前面 嘿嘿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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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親子劇都滿 滿受歡迎 對 對 對 他們的場景 剛剛有門鍵的這個 這個功能 他進去之後就會出現 我們的那個 最萌代言人 跟他一起 就是要代表他登鍵成功 然後我們這邊的 他可以帶回去當書籤以外 他可以連結這個 QR Code 就是連到我們的 水保庫學堂 他在裡面所有 學習到的東西 他不會只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開始進場的 第一個 帶給他們的 會是我們的那個 神經試騎驗 大家可以進來這邊 稍微看一下 好 各位 來這邊 歡迎 對 其實像我們很多小朋友 他們都沒有看過 什麼災害的現場 所以他們就覺得 好 不一樣 不管是 因為這邊它是一個輪波 它不一定有 那些災害的路向 會把一些國外的一些 適合的 撥餐 超級大 非常常 的 那 超級大 然後進來這塊 我們知道我們環境的 我們知道說 我們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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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答錯 他會彈走 對 答對他才會 現在到底需要回答什麼 對 右邊的 對 右邊的是我們的 對 造成我們 造成我們不第災害的 因素答對 是 是 你要親自在推著它 不要離開 按著就好 對 不會貼的 要不要討論換一隻 看看有沒有比較好 在這邊 這樣子 對 這個小朋友很喜歡 對 因為我們是希望小朋友 玩的時候 不要造成他們過關 或不過關的這種困擾 所以我們都是計時的 不會有答錯就不過關 那我們其實 我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原本是希望 小朋友先看我們後面 這個認識水肚寶石 但是小朋友 可以動 請請請 好 吃嗎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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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是 在學校大便生 我們 就是比較長 不要走 對 館長可以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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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所以我們把你們的影像 投影到畫面上 所以讓大家更有感應 可以看得到 誰拿對 誰拿錯 這樣 不是只有第一次而已 對 他所有的 會把副作拍起來 怎麼拿錯 好 哈哈 因為他不必要 他不必要整他 他不必要整他 有真相 這才可以改改 就是 那是 那是 小哥 你是放在後面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 在後面偷看一下哪 大概 皮膚有二十幾到底 對 皮膚有二十幾到底 對 反正不用了解 沒有 這個不用 所以 笑 我 有一點 哈哈 這個地方呢 然後 打完了以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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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團體來 大家都想要 都想要合照 所以 我們為了要讓大家 都可以得到頭髒 前面 那邊 對 然後呢 開完照 知道怎麼樣可以拿回 你們的照片 請掃QR透 所以 這一關 非常非常多人來 那個 如果老師帶同學來 這個很好 現在跟學校合作的方式 就是我們把這個環境 把這個 展牆設在學校裡面 訓練學校的小朋友 跟老師 會講解這裡面的內容 所以呢 我們只要訓練 一個學校的一年 一個班級 我們就可以讓他們 去擴散到他們全校 都可以有一些相關的宣告 所以我們從109年 一直到現在 其實已經陸陸續續培養了幾百個 小韓 可以幫我們講解這個 就變成說我們 水保的能量其實是 慢慢藉由 雜點的方式把它擴散出去 那這邊的AR遊戲 大家都可以操作 看看 只要是對著牆面上面 有這個圓圈圈的 它都是有 不一樣的遊戲 可以拿起來 這可以拿起來 可以可以 可以拿起來 它對著 對著哪裡 對著 我們這邊已經掃好了 所以它已經 它對著這個 它已經掃了 它已經掃描到遊戲了 然後這個遊戲呢 不只在這邊可以玩 可以看一下 旁邊這個有QR Code 我們只要 這個是要找出 七個住在農堂裡面 跟農堂周遭的小動物 因為我們常會講說農堂 這是什麼大動物嗎 嗯 因為 因為 因為那個 因為 那個館長太優秀了 所以我們 我們 對我們要用 比較那個 激烈的方式 因為它這個 開什麼 開這個 它有的時候 其實在玩的過程中 我們就可以編跟它講 然後這個遊戲也是 小朋友非常喜歡玩的 對 對 所以 站在這邊 它這個都可以 它都可以這邊做 某些小動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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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